有關於3月可能 蔡英文政府要記錄器的黑名單 這件事情已經引發很大的效應 雖然華為第一時間 並沒有說要抵制台灣的 華為產業鏈相關的廠商 但是因為美中貿易大戰 科技戰的這個部分現在越演越烈 包括了這一個 美方已經確定起訴了華為以及孟晚舟 這件事情 對於美中的貿易大戰 科技大戰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 這樣子一個負面的重要的影響 我們看到美國起訴華為的記者會 派出的官員層級之高 排排戰起訴了華為 由司法部的代理部長 當這個記者會的主持人 宣布要起訴孟晚舟 宣布起訴華為還有等等子公司 說他們涉嫌銀行詐欺 竊取機密等等有23項的罪名 而且正是要跟加拿大政府說 要引渡孟晚舟 紐約時報也報導說 過去一整年 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對華為的持續施壓 這個除了所謂 台面上指控洩密以及詐欺之外 其實後面很大的一個因素 當然是華為在5G網路的部署計畫 領先了美國 這件事情對於美國來講壓力非常大 美國是世界上科技非常先進 而且他認為他是唯一可以領導 整個世界主流科技發展的一個國家 結果現在華為的5G網路部署計畫 似乎超前了美國 所以過去一整年 美國最擔心的就是這件事情 英國的軍情六處的處長還指出 5G的技術基本上現在就是 以華為的技術為基礎 截至去年為止 華為已經擁有61下5G的標準專利 佔全球5G專利的總量第一 在美國組起了華為的圍堵圈 反華為的一個相關的盟國 陸陸續續也有人加入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國家陸陸續續的 在美國的壓力之下 也加入了一起圍堵華為 另外這些國家也正在考慮要同時加入 我們中華民國也說我們也要加入 所以黃偉哲就趕快第一個響應 這個響應 什麼樣子後續的效應 今天的日經新聞報導說 華為現在已經跟他的 這一個供應鏈 包括了台積電 日月光 晶圓電子等 台商商談說 希望他們能夠把大部分的生產線 都轉移到大陸去的工廠 為什麼 因為美國可能會有出口禁令 會防堵華為 以至於在非大陸地區所生產的零件 沒有辦法成為華為產業鏈的一部分 如果有這樣子的壓力 台積電 日月光 晶圓電子 這些華為供應鏈上面的重要廠商 是不是又要把生產線大規模的 回到大陸去 現在好不容易有一些部分回到台灣來 是不是會有後續更多的廠商 都受到影響 事實上台積電對台灣的重要性 是不可言喻的 然後台積電身為台灣之光 它在半導體晶圓這上面的一個 技術的領先全球 我們也都知道 所以台積電其實長期以來 已經面對大陸希望到大陸 去設廠的壓力很多年了 他們其實已經去了 在上海 最近到南京都已經去了 所以我看台積電最新的 對於這個報導的反應的回應 就是說他們已經在那邊有生產線了 所以不需要再去新設 而且南京還是去新設的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很感謝台積電 把最高的基數就是7奈米留在了台灣 而且不會離開台灣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還是要對台積電感恩的 高雄以前陳菊 對張忠謀的態度實在是有點太不夠理喻 回過頭來講 所以不管是台積電為首 包括剛剛講的日月光 晶圓這些 他們其實在大陸都有生產線 所以我想是不至於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這的確 當美國發現說事情不妙 在這貿易戰的後面 其實更核心的是科技戰 美國他身為全世界第一大強國 他在科技上面的遙遙領先 是他作為第一大強國 最重要的一個支柱 所以當他發現大陸在這上面 企圖心很強 集體直追的時候 所以他在科技上面 下了很重很重的手 所以從中心開始 當他讓中心 當場休克倒地的時候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都在等 就想說真的會出這麼重的手嗎 會嗎會嗎 就會 會出這麼重的手之後 對中心出了重手之後 大家就知道下一個一定是華為 所以今天這個是牽涉到整個美國的 國家戰略的位階的 所以我認為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絕對不會輕易的善良 那麼選擇了華為 華為當然也做了心理準備 不過在這個方面 就5G也好 就在這方面的一個核心科技上面 大陸還是差很大一節 也因此當美國不願意把他們的這些東西 再賣給大陸的時候 事實上台灣是獲利的 台灣是受利的 所以對於華為來講 台積電對他們來講更重要 所以我們其實是變得更重要的 在這中間我們其實是有一點受惠的 所以這裡頭非常的複雜 我只是要講就是說 你再回頭去看 他們今天對待華為 其實華為大部分的市場 並不是在以美國為首的這些西方國家 但是對他會不會有影響 當然會有影響 當你長期的這樣打壓他 掐了他的脖子 否則的話 華為的老闆也不用出來 跟他的員工講說 大家要準備做苦日子 剛剛舉辦的這個 全世界經濟論壇 在達伯斯的經濟論壇 非常罕見的 就華為的老闆任先生 他宴請了全球的媒體 不斷的跟大家宣傳 我們華為真的不是跟中國的 軍方有關係 我們只是一個單純的民間公司 但是我想效應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才會傳出來 就是在這個最關鍵的 馬上 那個 中國大陸的副總理 就要到跟美國開始展開 最重要的這一輪的 貿易談判的此刻 美國居然非常高調的 還是起訴了華為 但是你想想看 加拿大已經叫美國 趕快把孟晚舟引渡走 加拿大很可憐 他又不能夠不聽美國的 然後他為此招來多少的無望之災 加拿大也不願意被夾在這中間 然後還犧牲了一個大使 在大陸的加拿大的大使講錯話 所以加拿大也一直要求美國 趕快把孟晚舟帶走 就是引渡走吧 所以現在終於把他引渡走了 在這個時刻 你看到在重要的 全世界都在希望 中美這一輪貿易談判 能夠順利的完成 千萬不要又擦槍走火 不要又破裂了 不然大家都挫在蛋的時候 你這時候美國又這麼強硬的 司法部起訴了華為 在這時候當然中國大陸 所有的官員通通都跳起來 非常的生氣 但是 卻沒有傳出來任何他們的副總理 因此取消了跟美國的談判 所以我覺得 美國的財政部長 也高調的出來講 就是說司法部做什麼事情 跟我們無關 司法部起訴華為 我們商務部完全不清楚 我們完全不知道 我是無故的 人不是我台的 所以他們還是高調的 美國還是高調的出來 我想他們也很怕這個破裂 所以他們還是很高調的出來講 就是說 未來的中美的貿易談判 應該還是樂觀的 會有很大的斬破 中國大陸會有做很大的讓步 美國不會祭出下一波的 這個關稅的制裁等等的 還是期待這一波的貿易談判 能夠順利完成 不受華為案子的影響 這個東西是會影響全世界 也會影響台灣 所以我只想回過頭來講 就是說 我覺得蔡英文 我坦白講 因為我在行政院待過 我坦白講 其實從馬英九的時代 就來自於美國 從阿扁的時代 我們為什麼會有資安 就是我們的政府 成立了一個國土安全 資訊安全 就是美國強力的要求 因為那個時候 美國受到恐怖攻擊 所以從阿扁的時代 到馬英九的時代 其實都有來自美國 非常高的壓力 必須配合美國 全世界資訊安全的佈局 跟掌控 那個時候也給了台灣的政府 很大的壓力 一定要抵制華為 到現在當然這樣子的壓力更大 更全面性的抵制華為 可是我覺得蔡英文政府 你不可能對美國給你的壓力 我剛剛講了 大家都要到美國去面試了 你不可能對美國的壓力 視之無睹 完全不理他 也沒有神湧到這種地步 但是也不需要這麼高調的配合 也不需要加碼的配合 對不對 就是他們兩大在那邊打來打去 最後他們兩個會不會握手言和 你都還不知道 你這個小弟衝出來說 我幫你帶他來站一腳 都不需要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 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為優先 他們兩大在那邊打來打去 最後他們兩個會不會握手言和 你都還不知道 你這個小弟衝出來說 我幫你帶他來站一腳 都不需要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 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為優先 不要以你政黨的利益 也不要以你總統連任的利益 你這樣站一腳 你就可以訪問華府嗎 我們台灣的企業 我們台灣的整個的生產列 要付出多少的代價 所以你今天蔡英文 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政治100分 經濟0分 而且她這個政治 還不是台灣的政治 她的政治還是她個人的政治 選票100分 經濟0分 所以你不需要這樣子 當然你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你可以先衡量一下 我們自己國家的利益在哪裡 適度的低調的配合就好了 不需要這樣子喊砍喊殺 你要當美國的義和團嗎 這不是義和團的團長嗎 這不是很好笑嗎 所以台灣有很多的實力 在這份中美貿易大戰當中 我們會被衝擊 但是台積電的地位 是屹立不搖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國人 要知道這一點 那也請政府 在玩政治遊戲的時候 不要把我們國人 長期建立得這麼厲害的企業 不當回事 還是蔡政府就是評估了 台積電的地位不會受到影響 反正我保得住台積電 其他的就看著辦 先連任再說 我覺得這事情 不是我們自己想像說 台積電完全不受影響 就是我們其實一直在警告 一直在提醒 也就是當中美貿易大戰的時候 台灣會不會受影響 事實上證明是受影響 現在他開始技術控制的大戰 台灣會不會受影響 剛剛特別提到華為 因為華為他在整個試戰率 事實上真的非常非常高的 他在智慧型手局 他是全球第二名 他無線電的通訊基地台 他的試戰率 也達到全球的30% 剛剛特別提到台積電 大家知道嗎 台積電第二大客戶是誰 就是華為 所以為什麼人家 所以華為現在講說 你今天要做我的生意 因為我很害怕 美國會有一些技術的限制 所以今天你做我生意 我下地單的你這些廠商 把你們這些的產品 拿到大陸來製作 剛才像立文講到 講到7奈米製成 你知道7奈米製成 也是現在台積電 在華為下地單給台積電裡面 就有7奈米製成 所以今天大家都知道做生意 作為一個 你是我第二大客戶 那你現在被整 我也不知道你會被整成什麼樣子 但是你現在告訴我 我現在因為有些什麼因應 請你配合 請問一下台積電要不要配合 日月光要不要配合 晶圓電子要不要配合 除非你說反正從此以後 我不要華為的訂單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說實在這就是一個政治的風險 中美不只貿易大戰 這根本是經濟戰 我就是用一個 這個同名狀的台詞 這是戰爭好不好 這就是戰爭 這不是用槍號的戰爭 但這就是經濟戰 這就是技術戰 這是司法戰 所以你今天我們台灣的廠商 事實上他有所謂的曝險 這個曝險就是一個政治的風險 被捲入戰爭了 你沒辦法 我不想 我不想 我也想好好的做生意 我也想好好的再接電單而已 可是現在進入了一個 兩國戰爭的狀態 我們的政府 就是蔡政府 反正今天反正我選邊站 因為我是美國的小弟 然後我跟著你 我看你喊打喊殺對 華為什麼什麼 國安成績... 可是問題是 我們的廠商 未來他必須要選邊站 你想想看昨天 昨天整個華為被起訴 那個起訴的陣仗是有多大 是包含他的商務部長 他的國土安全部長 包含他的還有什麼FBI 一大堆那種大頭大腦 他只是起訴一家公司 所以我說這當然就是戰爭 宣戰 你看這些所有大頭 什麼時候他要站出來 一致排嗨的 然後就告訴你 這家公司竊取機密 這家公司詐欺 我們要起訴他 我們要引渡他 總統規格的起訴 對 然後我們面對這些情勢 我們該怎麼辦 政府有政府的考量 就如同我們剛才說的 就像其實姜維也 剛才講的我非常贊成